嘿 Siri 打開餐廳燈 好的 餐廳燈目前已打開 那你是奴XX欸 對對對 他是奴XX 他不是朋友 那這個不是欸 Anexa是朋友欸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奴XX 跟一個朋友了 我覺得兩個都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把一台拆在房間 對啊 把朋友拆在房間還把奴XX 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菜 大家還記得之前我跟Ted哥有拍過一集 是在介紹我家這邊的環境嗎 結果那集Ted哥的影片裡面就說到說 欸 阿菜你都用Alexa喔 那如果我們幫你換一個全自動的智慧家庭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喔 好啊 好啊 就很謝謝Ted哥這樣子啦 就他很有心意這樣 結果沒想到隔幾天 然後他就說 欸 那什麼時候過去幫你量家裡了 我想說 哇 Ted哥是真的就是 超有心 超有心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 這樣的男人真的是 一定不是雙女座的啦 哈哈哈哈 那肯定 可怕 所以今天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登登 就由我們胖哥跟胖弟呢 來量就是家裡的東西 但其實我不知道他們要量什麼 所以我們可能稍微問一下他們 啊 你家突然被開了一個洞耶 對啊 沒有 我從來不知道那邊是有一個洞可以嗎 沒有 那你給他就有一個洞 真的嗎 那如果要藏東西是可以藏到上面去對不對 不是 這個是冷氣的維修孔 胖哥我想問一下我們今天是要量什麼東西 沒有 要做完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 風氣的感應器 喔 然後這一顆要裝在電燈上面 那我們要找他的火線 地線 跟控制線 因為畢竟我就是知道 但不太了解 胖哥可以稍微跟我們敘述一下嗎 他的東西是比較即時的 Honky的系統用Apple的手機 他的那個項目都會跑在你的 可以卡住一下 喔 對 然後會有一個家庭 所以他是針對Apple系統 然後他是針對燈還是 冷氣也可以 冷氣也可以 洗衣機可以嗎 洗衣機不行 洗衣機不行 要多懶 呵呵 你可以設定情境 比如說 你現在要睡覺了 Hey Siri 晚安 他就跟你講晚安之後 會把你設定好的 比如說 有一個小燈 然後其他的燈全部幫你做一次關掉 那胖哥如果我們有男性朋友來家裡 然後就是 Hey Siri Date 然後他就開始幫我製造一個 你要設定好 你要先設定好 我設定好 他在情境裡面 我設定好他在情境裡面 欸這樣很像是Motel 就是可以有 這個是家庭裡面 你可以設定情境 這裡有一個加入情境 喔 你可以自己下去設定 然後你可以設定很多種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 他們就是不太理解 但他們可能會學說 欸自己也很享受 這個妝會很麻煩嗎? 後裝會很麻煩 後裝的要以不破壞現場裝潢的話 會比較要看位置 等一下我會不會看到 那個胖弟拿槌子上了 不會不會 槌砸爆 HomeKit它必須要有一顆 Apple的HomePod HomePod或者是Apple TV是不是 對 它要做它的中繼的 喔好啊 手機控制是控制那一顆 所有的感應器是 回到HomePod去 那這樣的話 我們是可以透露一個 小小range的價錢嗎? 這個單價 我們在35的網站上面 這些都有單價在 房屋管家裡面都有單價在 來 我們房屋管家35在這邊 讓大家 好不好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觀察 我們的這個胖哥要如何 幫我們做這一系列的改造 對 你看上面啊 怎樣? 片師幫我做一個特效 來你數三 3 2 1 咻! 哈哈哈哈哈哈 你來這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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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啊 來3 2 1 咻! 咻! 我們 到達到這裡 好 下一關是哪一關 咻! 結果今天呢 因為助理就是 我沒有仔細看助理的訊息 因為他說什麼都說好 畢竟我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員工 然後 然後 我才剛就跟我說 我就說 奇怪桌上怎麼有這個 mini home pie啊 然後他就說 鐵兒哥給的啊 我說 蛤? 鐵兒哥給的啊 他說 對啊 等一下鐵兒哥要來了 蛤? 等一下鐵兒哥要來 就我完全就是一直沒有aware這件事情 速度很快就換成女神來打扮了 哈哈哈哈 可以 那等一下就可能麻煩鐵兒哥幫我們再 譬如說有什麼專有的術語啦 或者怎樣再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好啊 等一下 你的手臂比較有調酒 好 好 手機一跳一彎怕出來 我現在感到很害怕 嗯 喔 真的耶 自己 就知道了 好智慧喔 那烘套位於客廳嗎 對你就是選客廳 對 這是他的心跳 他的心跳 對 好 他現在在跟你感應 他現在在跟你做連結 有沒有可愛 怎麼辦 怎麼辦 Alexa 慘啦 Alexa Alexa對不起了 那我要設定他的話 我就是要來 就是 你家庭點開來 因為 名稱剛設定好了嘛 這邊你可以邀請其他人 可以邀請至少十個人 那你就像你的話你一個人 你可以邀請你的助理進來 然後他就可以控制你家 好了 你看你已經進來 你已經進來他們你家了 然後待會兒就是 慢慢一個配件 一個配件加進去 然後你就會看到 哪邊是客廳的燈 哪邊是房間的燈 然後你 你跟他講中文 Hey Siri 可以幫我開餐廳燈嗎 若要關掉樓下的燈 並將我閃燈跑到百分之三十五 你要把它當奴隸使喚 你說Affirmative 是不是 就是要命令他 你看 你叫他 Hey Siri 打開餐廳燈 好的 餐廳燈目前已打開 快吧 那你是奴X耶 對 他奴X他不是朋友 那這個不是耶 Alexa是朋友耶 Alexa是你隨便跟他講 你需要是管家 對對對 我現在管家 所以我現在需要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奴X 跟一個朋友了 我覺得兩個都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 你可以把一台拆在房間 對啊 把朋友拆在房間 還是把奴X 因為奴X其實就說 欸 Hey Siri 關餐廳燈 好的 餐廳燈 態度不用對他很好 我跟你講 欸我跟Alexa都美愛美優耶 哇 沒欠你耶 就是今天蠻謝謝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鐵德哥 還有那個胖胖叔叔 幫我做這個智能家庭 因為我一開始也覺得說 鐵德哥可能就隨便講講的 然後沒想到就是 他很積極 我覺得這種男人就很帥 討厭 唉唷 其實是缺貨 缺貨 缺貨所以拖很久啊 沒有 我說已經很積極了 對啊 不然都講了 好啦 反正就真的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整個 我缺什麼的 然後鐵德哥就說 阿我再幫你拿一個呢 真的都是在我面前 我就覺得很感謝 然後 我們的這個 智慧家庭 房屋管家 房屋管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做一個詢問 對 好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去哪裡呢 去那個房屋管家的臉書啦 那個你們可以直接問 對 就是關於所有 就是Apple HomeKit的智慧家庭 對 對阿北中南都有 那南部有南部的原廠 然後我們是北部的代理 好啦那謝謝大家 大家記得幫我們訂閱 打開小鈴鐺OK 掰掰 掰掰 阿你不敢說掰掰阿 掰掰 你那個建設公司找你的人設 你就是親手你的設定阿 你為什麼現在一直要強要親手你 不會很多標籤到 前空服員阿 精通六國語員阿 你說過期空節是吧 過期空節 過期空節阿 不是 看起來單身的女性之類的也可能 看起來單身 黃金單身女怎麼樣 要不要我包養你 要的在下面留言 Thank you 可以阿 這超萌 種人 我養你 我喜歡這幾個角色 你的給我 我愛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